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讨人喜欢呢 此前还对锦园先生说什么 幸好此行是我前来 若是换作荣涛将军 问话或许就不会这么友善了 我可是瞧得一清二楚 不知这场对话成真了没有 我可从没听人说起过 十方光硬法界连嚼舌根的密谈都能算得一清二楚 看来元帅不止派了两位将军前来罗浮观礼 还有第三位客人不请自来啊 毕竟联盟总有人说锦园先生 智光昭昭 不信荣涛 罗浮遭此劫难 与却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荣涛将军 黄中系统能维持的时间有限 长话短说吧 好啊 托锦园先生的福 被两位囚犯欲确已审讯完毕了 他们自认的罪行中 将星河送入罗浮这一项 与锦园先生的推测一致 不过是紫须乌有 自编自造的障眼法 而真正的目标 是想借此得到面见元帅的机会 献上他们过话的与神相争之策 这一点千真万确 净流与那名一帮人献出了什么策略 唉 可谓是一番难以言说 壮丽绝伦的途径 奥秘就在于那金发一帮人的官国 竟是凡玉的结疑 明皇霍祖的遗骸 准确地说 是其神体的一部分 在两位囚犯描绘的未来中 它便是能将寿温霍祖牢牢定上末日之徒的钉子 而在这之前 要与神相争 更大的联盟不可或缺 为此 他们还向仙州引进了一位盟友 想必诸位都听过天才俱乐部第八十一席 卵梅的大名吧 欲缺的眼看到了 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 已经抵达了罗浮仙州 三 二 一 时间刚好 至于如何接待这位贵客 请允许我将这烫手山芋丢给各位喽 你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 小女子 叫庭云 我是罗浮仙州 明火商团的街渡士 何那位 潮光 这个 六 稍